我们如果要在做第二张图的时候 切记我要先按旁边的空白 因为如果你按这一个 你现在再选到这个 这时候如果我换 我随便啦 我换成折线图 它就跟着变了 OK 所以记住 你要先点旁边的空白 点一下 没有选任何东西 再去按 假设我还是用群组指教图好了 按了之后 它才会开一个新的 然后我在焦点模式打开来 然后这时候呢 我说要跟各州的 我就把州放在S轴 然后肠病毒健保救的人士放到Y轴 53州全部画出来 它是这样子 2008年到2024年的 第一州的累计人数放在这 然后这是第二州的累计人数 依此类推 当然有兴趣 各位把数据录上去也可以 或者你把这张图 严格来说 你用折线图 也是OK的 然后呢 这个图表 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解释呢 其实它就可以说出 那个常定毒的 浩发时节 在什么时候 它大概在差不多 第二十周开始到第三十周 是最高峰的地方 可是你知道吗 我在没有做这个统计之前 我都会觉得说 那应该是夏季 比较容易 那个可能有蚊子 如果你以这统计数据来看 20到30周左右 那大概是春天的中间 到夏天的中间 OK 你有兴趣可以算一下 那个大概每9周是两个月 所以18周是4月底 然后36周就是6月底了 36周 36周是8月底 36周是8月底 所以30周 可能差不多在7月底而已 你看它的高峰期 确实在这个地方 OK 所以这个当然有兴趣 各位XY走去修改这些 你看它这边现在用签 那你要换单位也是一样 就是直 把那个显示单位设为 你就可以了 OK 好 所以这个我们也许又做完了 那接下来呢 我这边就来做一个 接下来是就诊类别 它其实就只有两个 OK 住院跟门诊 那这种我就觉得说 只有两个的话 我想要看它的占比 我就会用圆柄图 圆柄图或环圈图都可以 好 那这时候假设我在 点空白的地方 然后点圆柄或环圈 点起来 我放大 然后这时候怎么做呢 来 它有一个叫图例 图例的话 我就把这个 刚才的就诊类别放进去 它就分了住院跟门诊 然后接下来直的部分 我一样就放肠病毒健保 就诊人士 拉进去 比较深色的门诊 居多 占了98.4% 然后住院门诊 住院的话比较少 怎么写 零百万 又是一样 这个数据如果用零百万 它就呈现的是 里面 它数字很小 所以 一样我要把这个数据改掉的话 再格式 然后详细资料标签展开来 我再针对直 它的显示单位设为5 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它才11万 是住院 因为肠病毒住院的 然后有690几万 它是门诊的 占的比较多 当然如果标题要改 又是在一般的标题 可以去改标题 OK 这个就圆敏图 所以各位看到 基本上大多数 大家还是比较偏向不住院 而是看门诊 居多 所以这个还算简单 好 那这个接下来 我再让各位来做 年龄别 年龄别里面有分 0到2岁 3到4对 5到9岁 10到14跟15 OK 来 那请各位帮我把这个图 你可以用长条图做出来 因为我等一下想要比大 小 就是谁比较多 谁比较少 然后那个 到时候 等于说它可以适合看 浩发年龄 是在几岁的时候 好不好 来 请各位可以用长条图 帮我去做出来 年龄别 它的长病毒就诊的统计